不得死是真相 方法能不能救呢 答案是肯定的 决定能救 怎样挽救呢 首先要有真诚的忏悔心 如果没有真诚的忏悔心 这个事情就难了 实在说 如果真正修行人 卧鬼缠身 也未必是坏事 广年我在旧金山 旧金山有一位居士 他在政府机关上班 租了一个房子住 这个房子住得很便宜 没有想到那是个鬼屋 每一天晚上 十二点钟的时候 鬼就出现了 这个鬼非常凶 细微很难闻 他就看到这鬼走进 靠到边上来了 鬼告诉他 前世跟他有约 他来报复 这一位居士就 获掌念阿弥陀佛 面对着他 念阿弥陀佛 大概拘励 他告诉我 三四次的拘励 他就不能再靠近 这个佛号停下来 他又靠近一点 就用这一句佛号 把他抗拒住 让他在三四次 距离这个地方 一直到天快亮 他就走了 每一天晚上 都是这种现象 他来给我说这个情形 我说那你还不搬家 他说不必了 他说我觉得也不错了 这样子比着我 用功不可了 我不念 他就要害我了 你看看 这个居士听说 现在已经出家了 修行功夫相当好 非常难得 他是真有胆量 一般人都是没法子 他说这个样子非常难看 细微是奇臭无比 他说 他是我的善知识 是我一个好赠上人 天天跟他对着立着 就是一心念阿弥陀佛 所以你这真诚心 将念佛功德 回向他 他一定会离开 祝福菩萨 护灭善人 龙天归神 拥护善人 冤家债族也会尊敬善人 那么由此可知 凡是有这种情形 一定要反省 要改过自心 认真忏悔 改过自心 断我修善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了 所以也不可以说一定不好 完全看我们自己用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如何修许 真的是自他念力 他来警惕我们 迷励我们 我们自己用功向上 就自己也超度他 就自己也超度他